我們現在開始上的部分叫做 整個叫做常見的力 然後可以開始講一些內容 第一個是有關於力的大概的狀況 力的概述 首先要說的是什麼是 什麼叫做東西有受力呢 力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說我們投籃 我們就說我們對籃球失力了 我們他要失力了 事實上我們就是從 力所造成的效果中 來看出力的存在 說這個東西有受力 那力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一種效果 它就會產生形變 形狀的改變 這個是我們在這一章要教的 另外一種效果叫做 運動狀態的改變 運動狀態的改變 這個是我們三年級上學期要教的 我們國三要教的 我們這一學期教的是一個 產生形變的部分 國三我們要教的是改變運動狀態的部分 所以呢 力會產生兩種效果 一種效果是產生形變 第二種效果是改變運動狀態 好 各位教授 我們就是根據這個看到力的存在 所以考試的題目有一種叫做混 下列何者有受力 或者下列何者沒有受力 就看 就看他有沒有形狀改變 或者有沒有運動狀態改變 比如說 有一個球 靜止的放在桌上 那我們就會說他沒受力 以後你會學 這叫做合力的雲 零 這等於沒有受力一樣 因為形狀沒有變 運動狀態也沒有變 你把一個指揉成一團 有受力 形狀改變了 彈簧拉長 有受力 形狀改變了 讓一個球跑快一點 跑慢一點 這叫做有受力 運動狀態改變了 就是這個 運動狀態改變 意思包含了速度大小改變 變快或者變慢 或者方向改變 轉彎 原則上國中並不教轉彎這件事情 我們叫做直線運動 走一條直線的 所以沒有轉彎 可是高中可以教 但是你要知道 轉彎也叫做運動狀態的改變 所以叫做改變運動狀態 OK 老師又問你有沒有受力 如果有行練 如果有運動狀態改變 就叫做有受力 否則就沒有 力的作用可以分兩種 一種叫做超距力 這個小學應該玩過嘛 就是磁鐵 相吸或相似 不用碰到就會相吸相似的 這種叫做超距力 有三種 一種叫做重力 我們後面會帶到三次再講一次 靜電力 三下的 三年級上學期 最後的時候會交靜電力 實力 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會交實力 這一個力都是不用碰到的 就會產生作用叫超距力 另外我這叫做接觸力 接觸力 我要幫你壓描助長的時候要碰到你 叫做接觸力 接觸力 一定要碰到的 比如說彈力 摩擦力 跟浮力 這三個力 都是我在這裡要交的 這個我在這裡要交的 彈力 摩擦力 跟浮力 都是我在這一段 我要交的東西 它都是要接觸的 叫做接觸力 有接觸力 力的測量 用所謂的浮克定律 或者說用所謂的彈簧症 這個是我們這一段的重點 五克定律 是我這一段的重點 我們後面跟你說 好 測量 彈力的單位 國二 大部分都用的是克重 國三 會提到公斤重 會提到公斤重 還有牛頓 我們主要在國三會用的是牛頓 其實你現在先輩 一公斤重是9.8牛頓 怎麼來的 怎麼回事 我們未來告訴你 未來告訴你 目前背就好 目前你碰到的是克重 三連起會出現公斤重 但主要用的是牛頓 一公斤重是9.8牛頓 力是一個向量 所謂的向量就是 這個東西要彈的時候 力需要彈它的大小 彈它的方向 這叫做所謂的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這叫做所謂的向量 所以第一有三要素 大小 方向 施力點 大小 輕輕打 跟用力打 結果不一樣 方向 左勾拳還是直拳 情況也不太一樣 施力點 打在他身還是你身上 結果也不一樣 所以大小方向施力點 叫做力的三要素 我們如何來表達 我們用一個所謂的史號 箭號 箭頭 用個箭頭來表示 那既然要用這個來表達力 大小方向跟施力點 大小 大小 長度 多長 就是它的大小 方向 箭頭指哪裏就是什麼方向 施力點 就是尾巴 就是屁股尾巴 就是我的施力點 但是 嘴巴上是這樣講 但是我們平常的時候 我們會很挑剔方向 向左跟向右就不一樣 你不可以施力向左 你畫成向右 但是大小通常不挑剔 只要不要太誇張 三公眾的畫的比六個一個還要長 但是我們不會 現在也要創造比例 可是施力點 我們經常是苦難 我們為了我們好看起見 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用力推它 你這樣的話 就看著要用力推它 可是如果你要挑進的話 誰是施力點 這個是施力點 它什麼意思 你在這裡 和空哪裏 內裏 內裏 如果你要挑進說 你這樣吹的 這樣吹的 這樣吹的 你怎麼吹不到啊 接著結束 但是我們平常都不挑力 你就這樣畫 你看著就好了 你看著就叫做 沒有叫做 我這樣推它就可以了 所以 我講過了 方向絕對不能搞錯 向上不能畫成向下 那麼大小呢 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 只要你不要畫著 那個小的力比大力還要長就可以了 沒有完全照比例也OK啦 但是施力點基本上是為了那個 看起來好看實現 就把它 忘掉 就是你看得懂就好了 不挑剔 就是這樣方向 OK 最後是有關力的部分 請記住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有受力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有受力 記住力的單位 尤其是三年級的牛頓 然後呢 注意一下力的三要素 大小方向跟施力點 最後是所謂的力的概述的部分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好嗎